宋朝年间,大岭河边上同山镇的街市上围着一群人,他们兴致勃勃地看着场中,还时不时发出喝彩声,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看人打斗,其实不然,场中是两只蝉斗的鸡,鸡的主人是镇上两个大户人家的少爷,一个叫周通,一个叫方强,周通是周园外府上的独子,周家大业大,周园外对周通寄予厚望,本想着他能做学问考取功名。 可先生告诉周园外,周通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他不仅坐不住,功课还一塌糊涂。周园外不甘心,认为周通那时小,玩心重,待严加管教一段时日便能收心。不曾想,即使他一厢情愿,周通的心思根本不在学问上。最后,周园外回了心,别由他去了。周通喜交朋友,乐于助人,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为人慷慨大方,要是朋友有难, 他定不会袖手旁观。他有一个喜好,就是斗鸡,唯有斗鸡一事,周通寸步不让。与周通斗鸡的死对头,是镇上方圆外的儿子方强。 他们曾是同窗,都是让先生伤脑筋的人。读书那时,他们就是一对冤家,两家府上父辈之间,交情不错。 只是不知为何,到了他们这一辈,却是很不对付。一日,周通远房表弟王成来走亲戚,王成知道他的喜好,特意从家里带了一只,身上有几缕金毛的公鸡。 据王成说,这只鸡战斗力极强,在他们实里八乡没有输过,很有名气,周通非常喜爱。周通见到金毛,甚是喜爱。 金毛看着瘦小,可比他已经拥有的黄毛气势强。他马上任人,去给金毛打造一个亮堂的鸡笼,准备上好的鸡石和水,都安顿好了,才想起边上的王成。 他忙命人上韭菜,和王成推杯换盏起来。周通看着边上熊啾啾气昂的金毛,心里高兴,不由得多喝了几杯。 没多久就醉了,周通被下人送回了院子,王成也被安排在周府客人住的厢房。 前几日,方强的小黑才斗赢周通的黄毛,他沾沾自喜,逢人便说周通的黄毛不行,周通因此恨得牙痒痒的。 黄毛一直输给小黑,周通担心金毛也斗不过,便在府上让金毛跟黄毛先斗几回。 若是连黄毛都斗不过,那金毛就更斗不过小黑了。 结果,金毛没让周通失望,黄毛在金毛面前没走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金毛赢得不费吹灰之力。 周通欣喜不已,若是金毛能斗赢小黑,那他在方强面前便能好好威风一把。 如此想着,周通跃跃欲试。 于是,周通迫不及待向方强宣战,方强不屑地一笑。 心道,那黄毛根本不是小黑对手,都几回意识如此,便对周通说随时奉陪。 所以,王成在周府诸夏后,便日日陪着周通看金毛斗鸡。 可怜那小黄,自从在周通面前失宠后,沦为金毛的陪练。 周通为了锻炼金毛的战斗力,每日都叫金毛跟群鸡斗几回。 结果,那些鸡都不惊斗,三几下就败走了,只有黄毛还能撑一会。 不过,黄毛最后一事已惨败收场。 说来也急,有王成在边上,金毛好像精神被足,战斗力强盛,一看他的架势,就是必赢的样子。 有一回,周通临时起意想看看金毛的战斗力,那时王成不在场。 那回的金毛完全不似他平常看到的模样,好像连黄毛都斗不过。 周通问王成这是为何,王成听了忙说,是因为金毛累了。 周通想想也对,这几日金毛一直在斗鸡,没有休息过。 有了金毛之后,周通对王成热情了不少,上回王成来府上,周通只是招呼一下,便吩咐下人去安排了。 现如今,因为金毛的关系,周通已经将王成当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周通去哪都带着王成。 这日,到了周通和方强约战的时候,方强见了金毛,他一脸不屑,因金毛看着很瘦小。 他虽然气十足,却不足以让人相信他的战斗力。 方强看着瘦小的金毛,傲慢道,此季看着还不如先前黄毛强健,可是妖斗。 周通见不得方强不可一失的模样,此时的周通底气十足。 他道,今日,便让小黑会会我那金毛,见识见识他的厉害。 方强冷哼一声,他才不信那瘦瘦小小的金毛能赢得了他的小黑。 故死,也不理会周通叫嚣,直接从基隆里放出小黑就开战。 周通和王成都盯着金毛,周通在心里捏了一把汗。 虽然这几日在府上让金毛跟群姬斗了几回,他心下还是没把握金毛能赢。 结果,金毛没让周通失望,他赢了,周通开心不已。 方强很不服气,约五日后再战,哪曾想,五日后小黑再输,方强哪怕心里再不服,都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带上小黑就愤愤地走了。 周通心情极好,回到府上,他不仅奖励了金毛,给他为了上城的基石,还对王成刮目相看,叫他往后住在府上跟着他。 因这回金毛战小黑,都是王成在边上给他出主意,也是他在边上给金毛做首饰。 金毛好像能懂王成的意思,致使小黑连败两回。 这日,周通和王成正在说金毛的事,妾是叶氏从门外进来,王成见了便要退下,周通盲拦下,问叶氏。 可是有事,叶氏捶着眼帘,一副受尽了委屈的样子,说张氏叫他日后每日前去他院子服侍。 叶氏边说边掉眼泪,叶氏身是可怜,南方水灾,他与父亲逃难至此,父亲身患重病,无钱治疗,实在无法。 叶氏便在街上为父亲卖身治病。 周通经过剑道,主动拿出两钉银子给叶氏。 叶氏泪流满面,感激不已,跪在地上向周通磕头。 周通成亲一年,夫人张氏身怀六甲,再过几月便要临盆。 周通见叶氏含羞待怯,看她的眼神。 心道,此女子看着娇美,若收入房中,也是一件美事,于是便将叶氏带回了府。 叶氏入府后,张氏便对她没有好脸色,时常借着身子不爽利的油透,叫叶氏去她跟前服侍。 叶氏明了张氏用意,可她敢怒不敢言,因上头还有个盼着重孙的老太太。 由老太太撑腰,怀着身子的张氏在府上仗势欺人,没少给叶氏使伴子。 叶氏有委屈没地方诉,便只能来找周通。 周通宠爱她,也心疼她,时常在张氏面前护着她。 如此一来,张氏更是容不得叶氏,处处刁难她。 周通此时的心思都在金毛身上,对后院女人之间的事没心思管。 可见叶氏哭得梨花带雨的模样又不忍心,只是,线下她也不能太为难张事。 毕竟她肚子里可是怀着老太太心心念念的重孙。 周通看向王成,想王成帮忙出主意。 她如今想金毛的事都忙不过来,如何有心思管妻妾之间的事。 王成一脸为难,她虽是亲戚,可也是一个外男。 对周府宅庄是姿势不好插手,又是后院之事,她面露难色道。 这,后院之事,外人不便插手。 周通想想也是,后院之事本就是夫人之间的小事,无需过于在意。 于是,她对叶氏道,夫人如今有身子,行动不便,难免孤寂,你便常去陪着说,说话,亦无妨。 叶氏听后,面色一僵,原以为周通如此宠爱自己,定会将自己护在身后,不曾想,她竟让自己去陪张氏。 叶氏心里委屈,也不掩饰,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 周通见此颇为尴尬,当着王成的面,不好劝慰,王成拾去地退了出去,周通这才上前宽慰叶氏。 安慰好叶氏,周通去了一趟张氏院子,张氏见到她很是欣喜。 自打难了叶氏之后,周通甚少来她院子,却不想今日来了。 周通未曾关心她的身子,而是一味地为叶氏说话,明里暗里护着,叫她不要为难叶氏。 张氏心里委屈,眼泪速速而下,周通见了,想起已许久不曾来过张氏院子,便对张氏轻声安慰。 当夜,周通便留在了张氏院子,夜市得知后,第二日一早便闹了起来,周通正在张氏院子用早膳,便听下人来报,说夜市在院子里闹了。 张氏垂眸遮住了眼底的韵色,周通听闻周眉道,不必理她。 说完,周通放下手中的周婉,对张氏道,我已用好。 夫人慢用,不带张氏开口,周通就起身离开了。 张氏看着周通离开的背影,心下难过,对夜市更是恨得牙痒痒的。 周通没有去夜市院子,而是去了前院。 如今小黑已斗不过金毛,他想让金毛去斗河林镇上的第一击。 往日,无论他的黄毛还是方强的小黑,都无资格跟霸王斗鸡。 霸王是远近闻名的斗鸡长盛将军,无意即能在他面前走上几个来回。 这日,周通正与王城商议,向霸王约战,就听下人急急来报,说张氏见红了,老太太和太太都过去了,叫周通赶紧前去。 周通过去的时候,剑狼中正在为张氏把脉诊治。 张氏痛苦呻吟着,额头已汗湿了一片,老太太和太太都围在边上。 见到周通,张氏眼圈红了,碍于众人在面前,他不便表露。 周通上前握住张氏的手,他的手心已是汗。 周通在边上宽慰他,张氏鼻子一酸,眼泪流了出来。 张氏腹中的孩子最终没能保住,张氏也因此损伤了身子,往后夜市在男友生养。 张氏得知后,哭得肝肠寸断,周通初时还时常前去陪伴,渐渐地便少往张氏院子去。 一个月后,夜市有洗了,周辅上下马上把关注点放在了夜市身上。 特别是老太太,夜市在周府成了香伯伯,与张氏院子相比,夜市院子的派头更像是正妻了。 张氏如今没了孩子,也没了宠爱,周通有时还过来他院子。 自打夜市有了身孕之后,他又纳了两房妾室,便再没过来张氏院子了。 张氏每日在院中暗自神伤,久而久之便一病不起,甚少出来试人。 不久后,夜市生下儿子,取名大宝,周辅上下欢喜一片,老太太更是高兴,下人们统统都得了赏钱。 老太太盼重孙盼了几载,如今,抱着白胖的重孙,竟是兴奋地晕了过去,乐计生悲,没几日,老太太便归了膝,喜事便丧事。 不过,这也没有影响府上人的心情,老太太年岁已大,算是喜丧。 办完老太太的丧事后,府上又恢复了往常的模样。 大宝活泼好动,聪明伶俐,三岁的时候已经能言善辩,他喜欢跟着周通看斗鸡,与王城特别投缘。 没事总喜欢围着王城转,周通没放在心上,心道,王城这几年一直住在府上,大宝跟他亲近也正常。 这几年,金毛在镇上已经没有对手,与河林镇上的鸡霸王斗的也是不相上下,难分高低, 但周通和王城想了很多办法,就是不能斗赢鸡霸王。 这日,周通被周夫人叫去,说他远在云州的老母亲做大寿,他和周园外要前去祝贺, 还说,自打张氏没了孩子,便整日在屋里没了精神。 此次去云州,周夫人打算带上张氏一起去,让他见见人也散散心。 周通听闻张氏,顿了顿,他已经很久没去张氏院子了。 如今他有三个妾室,都是娇美可人的年纪,在他们当中转悠已经过他忙的,哪还有心思管张氏? 如今被母亲提起,竟也感慨了起来。 想当年张氏出嫁与他,他对他也是呵护,被置业业恩爱,自打张氏没了孩子,情绪便一落千丈, 整日闷闷不乐,出事他还前去安慰,久而久之便不去了。 如此想着,周通晚间便去了张氏院子。 许久不见,张氏人形憔悴,完全没了当年的娇美,周通不惊皱了皱眉。 张氏见到周通,意识十分慌乱,他完全没想到周通会来,上一回过来怕是三年前了。 他忙命侍女为他梳妆施粉袋。 周通见此,便将母亲的话告诉张氏。 张氏受宠若惊,难得公婆还记得他,他自是英云。 一是他也想出去散散心,二是公婆年岁大了,路上依需要人照应。 此去云州,路途遥远,每一两个月,怕是回不来。 周通又与张氏闲话了会,便离开了。 张氏起身相送,便赶二人之间生分了。 多了客套少了亲近,张氏心下失落,却也不便说出。 夫妻急载,虽不如出示恩爱,却也相敬如宾。 周夫人提议带上大宝,说让老母亲见见大宝,也让大宝出门长见识。 夜市听闻,在周通面前就闹了起来,说大宝年幼,受不得周车劳顿之苦。 王成在旁沉默不言,面上意识不舍的神情。 周通被夜市闹得心烦,可也不想逆了母亲的用意,就指人给张氏带了话过去。 叫他一路上照顾好大宝,不可有任何闪失。 不日后,周园外一行出发去云州。 夜市虽是不舍大宝,可也出声不得。 他抹着眼泪,看着大宝上了张氏的马车,心里又是担忧,又是难过。 五日后,周通和王成正在训练金毛斗群姬,就见一个下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见到他就直接跪了下去。 道,老爷,老爷的马车在吴州被山贼烧杀抢夺。 周通听闻,身子一震,急问道,爹娘和大宝可好。 下人哆嗦着道,吴无一火口,周通将在原地,不多会。 下人来报,说夜市听闻后,当即晕了过去,周通马上命人去请郎中。 府上因此乱了,周通从未这般慌乱过。 他带上王成,急急往吴州赶,叫管家看好府上,不得再有任何差池。 管家硬下,带着哭腔道,老爷,老爷不能有事啊,少爷死去, 定要将老爷夫人和孙少爷平安带回。 周通心烦,向管家急急挥了挥手,就上了马车。 管家见马车走远,抹着眼泪,在府门外站了许久。 周通心中焦急,命马车夫加快前行,马车在山道上奔驰。 周通这才看到,身边的王成,竟是一脸平静地睡了过去。 他心道,若是无此事,他亦能如此这般安逸。 郎中为夜市诊之后,夜市慢慢行转,待清醒后,便是不停哭泣。 侍女在旁劝姐亦无济于事。 一日,管家正在分配家丁活计,就听假人来报, 说周通的马车坠落山崖,管家听闻,当即站不稳, 一旁的家丁扶着管家坐下,不多悔。 就听得周通的三个妾室在院子里哭嚎的声音。 管家不敢耽搁,马上花大价钱,请人去周通坠崖的地方寻人。 他正欲出门,前去山崖。 那边下人就来报,说夜市旨意要去寻周通和大宝, 众人劝不住。 管家无奈,只得带上夜市一同前去山崖。 马车刚至山崖,就见人把浑身试伤的周通和王成抬上来。 管家大喜,他和夜市急忙上前,只见二人都蕴迷着。 管家带了郎中过来,郎中为周通把脉,仔细诊治。 许久之后,郎中对管家摇了摇头,管家心中悲伤不已, 边上的夜市已经哭成泪人。 不一会,郎中说王成还有气息, 管家忙命人将周通和王成送回府中, 再请多个郎中前去诊治。 带他去吴州,寻回老爷,再做定夺。 夜市也执疑要同去。 管家理解他寻子心切,便一同前往吴州。 到了吴州后,他们先去官府,官差, 说今日寻到一个小娃娃。 他受惊吓后大哭不止,夜市忙前去查看。 只见一个浑身污泥的小娃娃, 正在对着身前的三具尸首哭泣。 夜市定情一看,当即泪如雨下, 此娃娃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大宝。 他一把将大宝抱在怀里, 跟着大宝一起大哭起来。 管家见识大宝,心中安慰, 再看向地上的尸首。 当看清是周园外夫妇和张氏时, 管家难过地跪在他们面前,痛哭失声。 短短几日之间, 周府老爷夫人、少爷少妇人都死了。 只剩下年仅四岁的主子大宝, 还有周通的三个妾室, 因着夜市是大宝的生母。 故此,夜市现在摇身一变, 成了周夫人,成了主子。 周通另外两个妾室眼见形势突变, 不敢遭刺, 便在夜市面前伏低作小。 夜市现在宛如正气般架势, 将当年从张氏那里受到的苦, 都全数用在了那两个妾室身上。 这日夜间, 管家思念主子, 不知不觉向周园外的院子走去。 经过夜市院子的时候, 听得里面有男子的声音, 管家心生疑惑, 便驻足细听。 听的是王成在夜市院子, 管家皱眉, 心道, 王成能留在府上, 完全因为少爷的缘故。 如今, 少爷不在了, 王成便不宜留在府上。 现下, 他擅自去少爷的后院, 更是不妥。 管家正准备前去, 突听的夜市道, 如今, 你我已不必顾忌他人, 大宝已是周府的主子, 他再不忌, 也能护住自己的爹爹。 管家听闻, 心下大惊, 立在原地的身子僵住, 只听那王成道。 听闻, 管家深得周老爷信任, 周老爷再去云周前, 将周府祖业和他名下的田产商铺地契 都交给了管家保管。 若不拿到这些, 只得一个主子的虚名, 义无大用。 夜市道, 这个简单, 把那管家绑了, 还怕他不交出来。 王成道, 再等两日, 若是还寻不到, 便只有将他绑了用刑, 迫他交出来。 若非如此, 岂能安心在此做主子。 管家没有再听下去, 他隐去暗处离开了。 两日后, 夜市在院子里责罚下人, 还将管家绑了起来, 下人们不知何事都围拢前来。 原来, 是管家先前买的一个下人, 在夜市院里做事, 因犯了错, 惹恼了夜市, 他便连同管家一起责罚, 说管家办事不利, 将如此不灵力的下人买进府。 管家只喊冤, 下人们想帮管家说好话, 也不敢说。 自打周园外父子遇难后, 夜市得势在府上越发跋扈。 如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下人们不敢多言。 按理来说, 管家在周府做了几十年, 兢兢业业, 很是尽心。 这点小错, 也不至于要责罚。 奈何现在夜市当家, 但他要责罚, 只得受着。 管家被关了起来, 而且, 看夜市的架势, 似是要杀一警百的意思。 在这个解药关头, 人人自危, 自是不敢为管家出头。 管家就这么被夜市 关进了周府地牢。 地牢里有各种刑具, 都是为管家准备的。 管家宁死不开口, 任王成用何种刑具, 都不肯吐露乌气地气半个字。 眼见着管家还剩半条命了, 王成也急了, 他想速战速决, 担心脱久了夜长梦多, 毕竟有些事情由不得他控制。 王成正准备给管家上刑具, 就听下人来报, 说县令和牙役都在正厅, 还有吴州的知府和捕快, 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急得团团转, 叫人来问王成, 王成听了心下大害, 不知衙门的人为何来府上。 他命人将管家看管好, 便出了地牢, 哪知刚踏出地牢一步, 就被两个牙役押去了正厅。 正厅上, 吴州知府坐在上手, 县令坐在下手, 正在断案, 夜市跪在厅上, 见王成被牙役押上来, 面色大变。 王成初时还心存侥幸, 待看到山贼老大独眼龙 也被押进来时, 瞬间明了, 他大势已去, 思索片刻, 便将事情原委一一道出。 原来, 王成是州府族外的一房亲戚, 跟州府几乎沾不上扁, 王成爹娘以务农为生, 家中还有一个多病的妹妹, 每日汤药不离手, 日子拮据生活艰难。 一次无意间, 王成得知他们还有一个州园外, 这样大富大贵的远房亲戚, 便动起了心思。 他先是带了些家乡稀罕物, 去州园外府上投食问路, 想攀上这门亲戚, 见州府的人对他虽不热情, 但也不排斥, 便心下欢喜。 回去的路上, 他遇到了来同山镇投奔亲戚的夜市, 亲戚不待见他, 三几句话便打发了他, 也不肯收留他, 他无处可去, 便在破庙里住了下来。 王成那日从州府出来, 一路往回走一路, 想如何与州府维系稳定的关系, 他走累了, 抬眼看到前面有一间破庙, 便想歇息片刻再赶路, 不曾想在破庙见到一个貌美女子, 她虽穿着破酒, 却是十分得体。 王成对夜市一见倾心, 他同情夜市的遭遇, 可也对他爱慕能助, 因他穷得自身都难保, 他寻思着先安顿好夜市, 便想到了周通, 夜市被王成的热心所感动, 也被他俊朗的外表吸引, 在王成的帮助下, 便有了夜市脉, 身为身患重病的爹爹治病之一出。 夜市顺利进入州府后, 王成挖空心思, 接近周通, 投其所好花大价钱, 买了一只好豆的鸡金毛, 并用药粉控制金毛, 成功留在了州府。 因着金毛的缘故, 王成渐渐取得周通信任, 他常去夜市院子偷情, 一来二去便有了他们的儿子大宝, 可那张氏借着身子常欺负夜市, 王成心生怨恨, 便与夜市做了手脚, 让张氏没了孩子。 有了大宝之后, 王成开始有了奢望, 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这样逼去的日子让王成不甘心。 恰好周园外要去云州贺喜, 那张氏也一同随行, 王成便心一横, 借山贼之手, 对周园外夫妇及张氏三人灭口。 与周通前去吴州时, 王成一不做二不休, 叫山贼来做了个坠崖的假象。 杀了周通, 正在他以为可以从管家手上 拿到周府一切的时候, 却不想被管家发现了。 再说管家, 那晚听到夜市和王成的对话后, 知晓了夜市王成狼狈为奸, 想要谋取周府的家业。 他想了一晚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于是第二日一早便去了周氏祖坟, 跪在周园外坟前, 将昨夜听到的向他哭诉, 主子, 幸亏你死得早, 要是你知道小少爷不是周家的种, 是少妇人和外人生的, 是他们害了周家, 你肯定得气死。 只顾埋头哭诉的管家, 没有留意到身后前来 为周园外上乡的方圆外。 方圆外听闻周园外之死不是意外, 而是被人暗算, 心中气愤, 在铜山镇上, 方氏和周氏氏两个大家族, 两家历代交情不错, 只是到了方强和周通这一带, 才没有相互往来。 方圆外和周园外交情深厚, 他手上有人脉, 当即命人去查无洲山贼之事和周通坠崖之事, 经查, 发现是有人买凶杀人故意为之, 此时惊动了吴州知府大人, 他派捕快去抓到了山贼老大独眼龙, 然后顺藤摸瓜查到了周府的王城, 县令这边也查了周通坠崖之事, 发现皆是王城买凶所为, 于是两拨人马齐聚周府, 管家知晓, 方圆外在查王城夜市所作罪行, 为了不让王城察觉, 管家主动用自己拖住王城, 坚持到方圆外将事情查清, 官差包围了周府, 这也是他在周府这么多年, 得主自信任, 为主自尽的一份心意, 最终, 王城和夜市因狼狈未奸, 谋取利益, 买凶杀人被判死罪, 五日后问斩, 。